34.香港相報 華運高管一年半住五星酒店333天 2015年7月12日中國新聞A03香港相報信 近日,中國華運總公司黨委紀委對陸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進行了通報 其中,在向企刊法律較高的公款打高爾夫問題研究出現在常述探例中 此外,華運醫療集團橫首次被捕出高管入住酒店高標準開支洗衣費的奇葩案例 此次公布的華運總公司錄起違反八項規定的看例中 多涉及下屬公司高管 點名華運商學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劉波為規報銷租房費用 華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謝彥超標住宿和為規報銷費用 華運電力江蘇南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兼黨委書記鮑賓公車施用 華運山西醫藥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開勝違規報消費用 華運、深圳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五家建違規購買高檔禮品 打高爾夫球 其中華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謝彥2012年11月至2014年5月 共入住五星級酒店333天 同時高標準開支洗衣費 由華運醫療報銷 且部分報銷的住宿費用不實 經華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研究並報中國華運總公司同意 決定給予謝彥行政設計處分 靠罰年度全部職效獎金 此外通報還披露 華運、深圳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五家建在2014年期間 違規購至高檔禮品 報銷打高爾夫球費用 未主動申報回避其配偶在華運置地所述商場租任店鋪開展經營活動的事實 經華運置地有限公司研究決定 撤銷五家建華運、深圳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職務 並責令其自行承擔相關費用